老實講 巴士迷就不一定是嘲笑的 廢老 也不一定是廢的 但是我們總是會有這些套版的印象 這一個比較細聲的 我們studio 裡面不知道大家聽不清楚 其實一老一小在吵架 也有其他人在勸架 話說原來較早時候 城巴就投得了西沙十四鄉 有兩條路線經營權 都是由西沙去 一個就是去馬鞍山 那個就很近的 另一條就遠一些 去到大學站 大學站 說我差點以為去到教育學院那邊 不是 大學站 就是火炭下一個大學站 那個就遠一些的 那兩條線 兩條線都派了全港第一架 雙層電能巴士去走 說我真的很謹慕 最重要是雙層電能巴士 OK 好了 本來好地地 於是有巴士 有首行 有巴士 他們就進去十四鄉 想坐車進去 會湊熱鬧 試一下看這個五百一 五百二手行 通常都會坐一堆 誰知道他們坐巴士 在中間就炒車 因為前面有一輛乘巴士 即巡航車 突然慢車 這輛巴士坐巴士 得不及炒車 他們炒車 所以 就沒有什麼關係 五百一 五百二 但是可能會引致他們 會遲 因為要守衡 那跟阿叔 為什麼會吵 大家去推斷想像 當然是這一群巴士迷 在那裡 吵鬼 吵了司機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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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開車 你這樣得不及 你搞得到我們這樣 類似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當年會比較熟悉 即是他們的巴士迷 熟悉那些行車狀況 於是乎 可能乘客就不能看得頸 似乎 你們不要亂吵 你不要亂吵 大家都趕時間 你亂吵都不能用 就之類 於是便亂吵 你看見其他的巴士迷 剛才那段片 其實是在勸的 即是我覺得 應該那個阿叔 講的話 那個要求 就不是太過不合理 否則就亂吵 當然一吵就是這樣 他說 你脫褲 你跪下 我跟他吵 你吵呀 你吵呀 你跪下吵 你脫褲先 要我吵 那些阿叔 為什麼呢 那些年輕人 如果以前那些會吵 現在我們上次看到的 那些巴士迷未必 好 吵呀 是不是吵呀 是不是吵呀 老實說 其實是好笑 但是 我不想有什麼成見 是吧 即是熱烈追求一件事 都是好事 那些阿叔都不約 你叫我吵 你先脫褲先 怎麼吵呀 不是呀 如果我是那些年輕人 那就是曹律褲 你跪下 那些年輕人叫他 我馬上丟你 我就是脫褲 你說不吵呀 吵呀 原來是你來的那個年輕人 不是吧 你看他怎樣到大 真正說 就是吵來霸鬼嗎 希望那些年輕人 繼續當Hero 我覺得是好Hero 即是說 有時廢老是挺廢的 有時真的沒有辦法 當然我不認為老一定廢 但是有些老的東西真的很想法 昨天我們拜山很多人 為甚麼呢 昨天我一想 我昨天才拜 很多人都這樣 為甚麼 上個星期下大雨 前個星期 還沒放車上 還要走上去 那那個便對昨天 然後有很多人 我們排隊 就是宵夜 那第六期那裡 我學會 第六期那裡 有個五個爐 那排隊 我想我都排了一個小時 就是排隊宵夜 那排的時候 大家排了 我後面 兩三個的位 有個阿叔 不斷由頭吵到尾 吵你老母 是 有甚麼搞錯呀 吵架產 吵你老母 是一張一張 吵下去 吵你老母 難怪的 吵你老母 不斷狂吵 就是吵你前面的人 他這樣的 因為他有五個爐 一排過的 排隊 其實龍頭 隊頭 就是去到第一個爐 二三四五 其實你看不到 他做甚麼的 二三四五那裡 就有些工作人員 見到一些人走 就會 你這裏真的好像銀行 喂 四號爐 三號爐 請 只能見到一號爐 如果我們排得前些 那幾個 去到我們 一港性能排到 可能二三三 後面那個阿叔 我想他五五六六 但已經看到一號爐 一號爐 人家一家人 我都不覺得是續張燒 當然你又會有衣包 又會有其他東西 趁小小貼國 他又不斷就吵 他就丟 一東西就丟下去 他第一 這個是這家人 又不代表前面 就是這樣 第二 他都不是續張燒 譬如你 你一搓 他可能是三分一 三分一 那些衣包可能打開口 就丟下去 你嚇氣 這樣都不肯 我免得跟他吵 我後面那個男女 就已經在那裡小小聲說 那一陣燃 我們逐張逐張燒 要激怨死他 就是 是 叫你老婆 叫你老婆去 那麽久 其實未必有關他的事 人多則耐 人多 對嗎 因為通常燒夜的人 起碼看到一些東西 不要說燒光 去到八八九九 就是 你不可以成功 這樣吵就丟下去 做什麽 吵你老婆 我弄錯 就是這樣吵 然後我看一看 我繼續沒有出聲 好了 然後輪到我 我找他兩個衣包 吵到你老婆 明明那些爐很厲害 強橫 竟然我 那一號爐 剛才他在那裡說 逐個逐個燒 竟然沒有留下火種 我自己的火機又沒有 真的沒有什麽火 想著心想吵著 跟別人借火 那麽嚴重 怎麽知道一拿出來 就如有神作 明明沒有Gas 我的火機 一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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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夠了 因為裡面很高溫 始終 那我就燒 那我燒東西 我就追著去玩火 老老實實說 因為我經常燒東西 就是我很喜歡燒東西 就是我現在有時候 在家裡星期日 我都下去下面 我們有個化寶區 我都喜歡燒東西 很高溫的 就是去怎麽研究它呢 因為我突然抓不到 溪錢很壞 承搭的 你這樣承搭就好 你沒有人燒 這樣 OK 然後那些人帶我這樣 一抓就 我都不可以 不想知道原因 很厲害 抓不到 那我就慢慢慢慢 有時候是一張丟 你出了一張 接著呢 我肥兵八萬 那我都 什麼 我一開始燒 還在那裡吵 吵你老母去 接著我忍不忍住 我看一看 我說吵你老母 你吵你老母 你吵你老母 很煩啊 你混蛋 他吵你你馬上 沒有人拼嘴 馬上收拼 不拼嘴就算了 不拼嘴就算了 你懂嗎 他幾個馬路來的 大年紀 我都三十多 我說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很煩啊 你混蛋 他不拼嘴 就算了 吵你老母 然後燒完了 我燒完了 我到你了 還不燒 他倆老母 有時候 接著我見到 在二後爐 本來在我後面那對男女 用一種 很敬佩的眼光 向我相似一笑 接著我走走的時候 後面的人都好像 我覺得我可能有光環 一定就是這樣 因為每個人都很煩 我第一次看過美思他練習賽 跟明仔 就是這一次 你這一次 就是練習 第一天 因為美思走到南海堂台那邊 只是他們要今早比賽 美思在旁邊拉近 我們就站在他身上 前場都是 一定 一定 好了 突然間他聽到有個男人在後面 excuse me 是 can you please sit down 是 在後面 我們前面說不定 我坐下 然後叫前面坐下 我本來想吊他 算了 我看到他旁邊 有小朋友 我算了 算了 好了 去到後面 因為前面來到 誰人來的 是 香港人 那為什麼要問 田林智 好了 然後見到 因為有充手 是 然後見到前面的人 都不騷擾他 因為他拍 我們先不先 後來都是要站 因為我們都看不到 其實去到這個位置 全能力氣 而且看球一定是要站起來 看 然後就輪到他老婆 在這裏 推推一波都要站起來 我忍不住了 我就轉轉頭 有小朋友 他成本組 你看全世界看球 都是站起來看 如果你要靜的 要乖乖坐在這裏 去圖書館 不是 或者回家看這裏 是吧 幸好他 他沒有拼嘴 臉黑了 然後有叔 他都沒有站起來 你看八十多歲 八十多歲 是啊 喂 看球幾十年都是這樣 是啊 像這樣同學 是啊 因為你 喂 你都不是那個行為 都不可以這樣 天下公道自在人心 我都沒有狂吵 就是 不斷說我吵 你怎麼收 傻飯啊 每個人都是這樣排的 叔 你一次要算 你第二次做這樣 還未明過嘴 到他自己 到你了 你還在吵 幹什麼 有時候我明白 有時候 我都不滿 喂 喂 好像看球 那樣 看球 真是老實說 真是個家 你說帶著小孩來看球 我也試過 說 我想三十年前都有 有幾個球迷男人來 我還不記得 他不是跟我說 跟另外一個球 就是看球的人說 叫我講錯 有個小朋友在那裏 被人吵了 你不可以帶小朋友來 還有如果你想 你不是早些來霸前面那些位 其實老實說 你一天到他看球 幾十年都是 嚇你了 我怎麼搞錯 一定的了 好像我帶我兒子 那小孩子 他都自己開心 一齊 你一定的了 又不代表他這樣 恥而會說髒話 你不要叫球場 其他人不說髒話 對啊 你真是神經 不要站起來 你看見唱會 你不要唱 不要坐下 你真是神經 唱就很討厭 但是有時候都沒有辦法 好了 這裏我真的忍不住 今天報道 美媒說 港珠澳大橋變鬼橋 於是胡新華社 立即出文報道 企圖反駁 但是這個報道 是完全沒有計數的 新華社報道 自2018年10月 港珠澳大橋開通以來 港珠澳大橋的入境車 已經突破一千萬人次了 李美國之音中文網 發表了一篇題為 港珠澳大橋開通 五年齡難逃鬼橋的文章 說我們一直洗肉量 不理想 還配上一張圖 空蕩蕩 於是他當然要發文還擊 但是還擊是甚麼呢 就是說我們已經 快要突破一千萬車輛 沒有給任何數據 OK 好了 你這樣其實不如不要還擊 跟著呢 我就計算和他計算 所有是他們的數據 這個橋呢 首先 基本大家寫下它可以 工程預算七八二十九億 不用理它 因為最後起了一千二百六十九億 我也都不分中方給多少錢 香港給多少錢 給多少錢 不要去賣 總原子成本 一千二百六十九億 OK 好了 根據今年 二 又是有這個 港車不上等等 他們的數據 保安局說 保安局價 每日平均車輛 三月 即是上月 上月 九千六百二十架私家車 如果加上其他車 就一萬一千九百架 OK 不是 假日就是一萬一千九百架 如果計算其他車 就一萬二千二百架 好了 一萬二千二百架 計算其他車 即是說其他車 其實是個三幾百架 因為你最主要都是私家車 好了 那我就計算了 一萬一千九百架 我不用一萬一千九百來計算 我直接用一萬二千架來計算 為什麼呢 他假日有一萬一千九百架 你平時九千六百二十架 我直接用一萬一千九百架來計算 我不計你平日九千幾架 計算一些 乘一百五十元 每一日 你就收一百七十八萬五千元 每一日 好了 其他車輛 他的收費是這樣的 其他車輛 大型巴士 貴的 三百元 穿梭巴士 穿梭巴士三百元 大型巴士二百元 普通貨車 六十元 貨櫃車 一百一十五元 最貴是三百元 我不計二百元 一百六十五元 一百十五元 三百元 我當你全部都是這些 穿梭巴士 一日三百架 七萬五千元 七萬五千元 加 一日七十八萬 一日一百八十六萬 三百六十五日 天天都這麼厲害 一年六億七 一年六億七 好了 大家計算了 他現在每年的開支 就是二十五億 根據他 又是保安局的資料 二十五億 有一半是用來DP的 即是折扣 那即是十二億五千萬 如果一千二百幾 我不去分那些股權 因為這個數字都是大家分的 一千二百六十九億 一年DP一百十二億五 十年一百二十五億 其實你要接近一百年你才回本 我的數字沒有計錯 我讀會計出信 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報紙經常說 恐怕要三十年 恐怕三十年都回不到 本恐怕五十年都回不到 其實如果這樣算 是要一百年才回到 OK 好了 但是事實上 這個是你每年營運支出 實際上 你剛才說的 一年是六億多 六億多 你收入 六億多 還有你接舊之後 那些維修越來越蠢 是的 他二十五億入面 一半就是那個接舊 原來人工四千多萬 一年 其餘 當然人工不是很貴 很難怪 到底了嗎 就是那些CEO 沒問題 因為你不是很多其他工人 那些 跟著一個維修成本 去分出外面 好了 DP那些叫死數 真的要拿出來的 就是那十二億五就是人工 還有那些維修成本 如果你收到的就收到六七億 當然這個是很嚴重 這樣也不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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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據聞 不知道珠海也說 不知道這條橋怎麼去深圳 洗衣服幾億而已 是會再快很多 那些人怎麼走 這條橋當然是很嚴重的 大家這些數字我今天選計 我是用薩保安局的那些數字 你六億多收一年 那你如果要二十五億的每年開支 其實你還要貼多十幾億 我當你香港一半 就是我當澳門肯比 珠海肯比 你一年只是維持這個橋 你這裡給領外額外 納稅人要多給幾億 不要說回本那些 這是港珠澳大橋 算下去也不是算很多車人 算不是很多 一天有九一百人價 當然是很少 現在是因為多了很多 真是叫做貪新鮮 港車不上 於是乎又行賣一條 就是港珠澳 這樣解 好了 這條橋真是大膜 你知道嗎 一個高鐵 這樣就不可以這樣算的 交流旺絡 即是那時候這樣說 其他收益 他有啊 有啊 人家啊 有啊 人家啊 大灣區啊 有啊 好數 好了 另外這個寧漢號 接受訪問昨天 因應沙井的熱愛 即是沙田那件事 他會說 他們呢 會呢 會呢 加強這個清洗沙井功能的安全保障 考慮在短期裏面呢 就說加入一些新的要求 首先這些要求我不明白 即如果你說考慮在短期裏面加一些新的要求 即以前沒有了 沒有了 我真的覺得很離譜 他說 第一 講明 不需要 不預計有工人進入沙井工作的 如果要清洗渠管 一定要進入去的話 需要事先通知渠務處獲得批准 第二 就是需要進入沙井的工人呢 要接受訓練 他又說 但是呢 無論是負責清洗渠管的工人 或是地面清洗的工人 都會規定他們讀一日課程提供安全意識 老實說 工人才是貪方便我明白 但是讀一日課程 我覺得那個儀式感不夠強 他未必會這麼sense到 起碼有讀三個過程 你叫我去搞 我第一日就把你 你有沒有 過了這麼多年 落沙井 怎麽想死的人 受了出過什麽事 講了嚴重 第二日 你有沒有再影響 你有沒有 那些佳儀仔 那樣 露體幾段悲哀 你們是怎麽安全 第三就是講你們 如果上司要求你們的時候 喂 你們應該怎麽做 如果上司不做到基本事 他們通知渠武處 要有人在門口 在洞口 要找儀器那些 你們是有權負住 還有呢 老實說 你制裁的不要緊 你一定如果是這樣 是抗抵了這些落沙井的工人的公權 喂 公勢刑辭 如果他們竟然在沒有 遵從這些法令下面要求工人 只要要求一 就可以刑事 我認為基本上都要這樣 如果不是 我們讀一日 大家有用那種 就算我們有什麽扣參分 去完一日 都不 take it serious 又是出事了 貪方便 還有那些監管 是沒有的 都是 其實這個是講來講去講錢 是啊 坦白人命是用錢買回來的 你好像現在 今天 這個啟德體育 原來判商我不特別講 三判 幾個三判 舉橫額 一二判錢始終未到 由去年十月到現在 欠近材料和人工接近五百萬 但是他們頂呢 就是頂工人 頂到頂不順 這個二判三判 我們曾經講過 啟德法馬上去了解 他說成建商 原來真的給了錢 就是那個成建商 真的沒有大任 法理上是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你現在去到這樣的情況 沒有辦法 真的要大家想 是啊 很多人沒有那麼多 cash flow 那不要做便益勢大財團 沒有辦法 你還想兇手 喂 你們那些判頭 這麼多年以來 經常走去轉一轉 屌你又沒有 喂 不知道是去到的還是 屌你 反正都是 屌你又去過院基金 對不起 多一次 去到這個時候特別多 例如我馬基成文 我判了給林康正 屌你第一期很準時 第二期很準時 第一單很準時 第二次你又跟我做 我告訴你第一期很準時 當時屌你什麼 我廢了給你 六千萬的這個風情 我一糟屌你 我關人家的事 我拖得多拖 我走下去 你便清早我盤 破欠基金 屌你頂你的事 你不要這樣 喂 我現在我是屌拉斯維加斯 是啊 我對你不住一次 你又不要這樣 你盤給人家做 喂 只有一場老友 我敢跟你說的 你一定是越來越多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樣去到這樣的情況 我真的要押金 要照補 你說不是有什麼解決 我不是做這一行 很多時候 我們一講開 很多網友會跟我們講 哇 大哥你那個兇手入八印 就照補 喂 你擺了三千萬 擺了三千萬萬行 息好律師由 你起碼有能力去 給人工 給成的 我才判這個工程 那些做不到 做不到 那很不公道 那現在怎樣 喂 你成建商 喂 作為不是的 你又不能這樣 在香港 原來 因為成建商 承辦了一件工程 他怎樣去分批 怎樣去做 給專科公司去做 都很平常的事 但是 一二再再 三三二四了 現在香港差不多每一間工程 都有出現這些事情 現在香港 那你怎樣搞呢 好 好 我吃了 好 來 我吃了 你 你 可以的 你 我吃了